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当然了 现在中国已经正式承认了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的 灵活就业就是介乎有东西做和没东西做之间 或者叫做打零工 打造散工的人 而中国现在的人口 计算人口老化小孩 真正的就业人口只有8亿多 即是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还没计算失业率喔 因为有些下缸的 拖欠心筋的 那些就不是叫做灵活就业的了 这个群体很大 那预计去到2036年的话 短短再过多12年 中国就会有4亿的这些灵活就业 那这么厉害 那怎么办呢 那很多人就要知识其烈力 但是现在知道大陆经济不好 那公安局就最厉害的 因为它掌握了全人类 全地球所有的资讯 和你真真正正上网的资料 他们正式这样 尤其刚刚这件事情 就是河北省 城德市 商桥院的公安局 拉人封艇 拉什么人呢 拉个自力更生的好青年 没什么要做 不能够 不能够有打工 而因为自己一身的好本领 一身的好本领 是什么呢 就是做马龙 即是说做IT科技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是怎么样 过了35岁就能炒你了 996 你们995 长期是这样 996也是 即是工时超长 一到年纪大就想办法炒你 因为你已经不能够拼搏 甚至你的创造力 不如年轻人 再加上你贵 结果你看到近期 阿里巴巴也好 京东也好 百度也好 腾讯拼多多 全线炒人 那怎么样 自力更生都要的 那你就看到很多人 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 为什么关公安局事 因为最新的就是湘桥镇的法院 他们正式这样判了一宗案 这宗案他没有公布姓名 因为如果公布姓名就麻烦了 他只不过是做了什么 他翻墙 即是说用翻墙远景 VPN 结果他罚款200元 那罚款200元 早前有些人翻墙 罚15000元 罚得少 赢了赢了 没问题 开心 但是 为什么他要翻墙 就是如果你在淘宝天猫 或者各式的平台上 你习惯到 你就会看到 包括我们香港人 你想找人剪片 你想便宜点 在淘宝找 你做设计 可以在淘宝上去找人 跟着他提供服务 跟着他收钱 这些类类种种 甚至你写程式 做网站 website 这些他们全部都做 就是你只要在一些应用平台上 即使香港或者境外 你觉得香港人工太贵 那你就可以在那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他提供一个服务 跟着你觉得没问题的 你就负责了 那这帮人 过去在中国的天资娇子 现在一跳落地獄 今时今日 他在网上接job做 即是说 既然不容许大公司 也都见到失业率那么厉害 作为一个好的年轻人 他不要麻烦政府 哎 不要麻烦政府了 不要 就是说 摊大手板 捆脑了 那怎么样 自求我道 自力更生 这个应该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模范 模范的意思就应该大力鼓励 你看看 那 失业不寻求政府协助 过好自己的生活 根本上就是年轻人 和中国人民的好榜样 结果 VPN翻墙罚款 200元 但是下一步就厉害了 下一步就是没收他的经济所得 一百零五万八千元 即是这个人应该有这么小的技术 大量的job做 他 由2019年 到2022年11月 刚好就是封城期间 当封城的时候 大量的人 实体店零售 科网都大量炒人 他就在这里 开始经营他自己的网上服务 这三年里面 他赚了的钱是一百零五万八千元 根据他的银行的账户 看到他的收入 那当然了 这里 用什么名义来抓他 竟然 公安局 说 用 这个是反恐任务 这个是恐怖活动 拘捕他 没收他一百零五万八千元 就是说他是恐怖活动 用嫌疑人 那你就知道 香港的国安法 到时面临你和我身上的仇 可以随意冻结你 香港还是冻结你 大陆就直接充公了你 養到你肥 现在公安没有损 很简单 你所有的账号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实名制 就是你走不出 为什么不是2019年对你下手 为什么不是2022年和你下手 为什么不是2019年和你下手 因为那时候还没养到你肥 养肥了你了 说是拿着一百万 我没动手 但是你不要忘记 人家拿着 找了一百万 人家都要洗 人家要生活 要交租 剩下来的钱究竟有多少 但是你一获过 而最重要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 现在中国大量的零工出现 也都大量这一种 就是说 帮境外做事 给海外人觉得 啊 中国真是很厉害 这样 人才仔仔 过往是标榜这些是聰明 今时今日你就是罪犯 你自己要上淘宝 你上天猫 你想任何任何这些网络平台 他都会告诉你 大量这些人是接境外的生意 接境外的服务 这一单 当然中国不是按例 中国是不需要按例的 就是我看到你 我说罚你就罚你 是吧 我充公你 就充公你了 不需要任何的法例 这样 究竟这件事 为什么这么轰头 就是国内很多人都是这样 甚至有很多人在那些 叫做什么 在那些 大货直播平台 海外人跟你买东西 那你为什么海外会看到你 那当然 你 要有VPM 退出去 那是不是罪呢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佳琦 薇娅 全部都要落祸 那些所谓的 中国 香港的 无线前电视艺员 回去寻食的 都要有事 只要你不是做中国市场 你接受外国的客户的时候 或者外国的购买力 你必然是翻墙 是这样的话 这样你的钱 你赚的钱 全部都可以充公 你说这件事影响多大 钱 是要赚 钱 是要抢的 但是 是不是这样 一开始 你不说 到你们找到钱的时候 就是养住你 接着 令到你找够钱 套住了你 接着就拿把刀出来 杀了你 这个不单止是打土豪 分田地 是直接这样 将会 重创了中国的就业率 而这个就业率 这些人本应该赚到钱 是社会的精英 香港 也好 中国也好 香港会不会变成了中国 因为现在我们香港都说 哎呀 反这个什么 反这个诈骗案 反这个诈骗案 反诈骗案 所有的电话号码都要实名制 是这样的话 有止一日 当中国 影响香港的时候 到这个地步 会不会有这些事发生 会不会到时 我们香港的 所谓的叫什么 离岸户口都出事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一个魔幻的角度 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 拜拜 拜拜